最近一个星期 说了一些发生在中国的现状 我看到有一些观众 留言呢 很辛辣 甚至有一位 把我也归纳成 党国的大外宣什么的 其实呢 我没有要求你们订阅 也没有呼吁你们观看 更没有奢望 你们来打赏 这本来就是一个大陆朝天 各走一边的东西 你说你真的要是批评一下 就像我今天看到的一则留言 他指出我说的东西呢 放到十几年前可能会有一些新意 那么现在已经是众人皆知的大陆货了 没问题 我给他加了一个红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的是实话 我只是个普通人 我看到的和我说的 只是我自己的观点 我并没有想开创一个独特的视角 我出视频不过是我憋不住 想说呢 我就说两遍 针对目前内地发生的现状 我想系统性的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欢迎大家呢 有兴趣看的 看完了以后 说两句 等有条件直播的时候呢 我会用一半的时间 放出来与观众去互动 我觉得看待中国问题 其实可以互相参照 有不同的意见 或者有什么观点 分享一下 碰撞一下 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 不要上来就说那种 很蹊跷的故事 那么今天我想谈一谈 目前我们看到的 遍地都可以见到的 这些中共的执政者 从上到下 他们直如战领军一样 横冲直撞 肆无忌惮 在这个国家里面 整个就是一个实力团队 我们不能把他们看作铁板一块 因为各个层次的管理者 他们展现给我们的风貌 也是不一般的 中共自从建政以后 他们尝试了多种方案 来改变中国 预备呢 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实力团队 因为中国历史上 曾经出现过一个 明朝的朱姓王 明朝开国的时候 皇亲并不多 那么到了大明灭亡的时候 宗谱上 有记载的 差不多二十万 龙子龙孙 从亲王 晋王 将军 就是辅国将军 郑国将军 一直到中尉 奉国中尉 那么差不多呢 有人估算 大概有一百万 这是我们看到的 宗谦从各位 净化到百万 这个大官 中共的执政 他们把四九建政的时候 吃供给制的这帮人 平摊到整个社会 虽然说 后来取消了供给制 实行了新津制 但是我们看到 整个管理团队 它已经无限膨胀 现在粗略的估算一下 吃黄粮的 不下于七千万 英国整个人口 才六千四百万 那么这批人 他不是劳作 成天呢 在瓜分着 国民收入的 绝大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前两年 经济学家估算的 中国的税率 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那么你不管做哪一行 你都是有成本的 那么任何一个经营团体 相对于这帮实力者而言 那么这帮人 他比强都弱 不管他出台什么样的政策 不管他自称 为中国现代化的推进 起了多大的作用 你不能否认一点 他们在这个国家 其实就是完全的实力者 上层利用一些国际关系 他们可以把钱 倒腾到国外 中层官员呢 除了本币以外 能贪点外汇 能贪点字画 基层的官员 辛辛苦苦的 把本国央行发行的人民币 成吨的往家托 有一些甚至被抓获了以后 钱还没花完 有一些人呢 经常在说 中国 目前的这个管理团队 它维持了中国的稳定 我觉得这个看法呢 是有问题 其实不管你执行什么样的思路 一个现代国家 尤其是后进的工业 它最需要的 是技工 就算明天变革了 你来当总统 你最需要的 也是发展中国的工业 去模仿 去学习 去追赶 这个世界的潮流 从农业国进化到工业国 进入现代国家 它最需要的 是大工业化的产业 是大量的技工 现在我们看到呢 根本找不到前进的方向 试图安抚一下这个社会 镇压住 全社会的躁动 这应该是有想法 没有具体作为的 因为现在都是 蔡东墙补习墙 无条件的进行维稳 它其实也没有正义性 也没有原则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社会 一旦进入 无原则的维稳 那么整个社会的公义 将不复存在 进入这个螺旋通道以后 根本就不可能 再改出来 现在政府出台的任何政策 它的本质 只是为了维护 这个政体的延续 从性质上来说 它其实也在加重着 民众的苦难 因为一朝天子 一朝臣的关系 整个实力团队 从上到下 都是各有垄断 他们不停地在相互争夺 不停地重新洗 1912年 创立的民国 推翻了清朝的统治 从法理上结束了 专制的体制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比大清还要操呆 因为大清 好歹他只有一家 不管谁来做 大清的当家人 他最起码 要维护自身的利益 他不会允许 贪官污吏过分地 扰乱社会的公平 所以我们看到了 清末出现的三大案 其中还有一个 扬来无与小白菜 为了一起冤爱 竟然能处置 一百多位官员 今天我们连这个都看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他不是一家一姓之国 他一会儿是九个皇帝 一会儿是七个皇帝 在职的连同下岗 天皇贵奏 现在有几十家 那么我们看到了 政策上的一些变动 这个变动呢 它丝毫没有影响到 中共对整个国家的控制 最近几年 中共统治的内部 出现了一些问题 因为在权力分配的 这个程序上 出现了一些黑幕 出现了一些经济权益 交换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他们已经开始自己掀桌子了 近一两年 我们看到的一些社会现象 它其实都是高层内斗的 在社会上的一些反应 整个中共的执政团队 它丝毫没有考虑过 去做民主转型 因为对他们来说 没有比失去这个政权 更恐怖的结局了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 在幻想 压在人民头上 这个实力团队 它能够自动的退出历史的舞台 它能够给我们一个 和平转型的机会 其实这样的幻觉 真的不应该有 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 整个社会的无序 道德的沦丧 法治被建的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它的根源 就在于中共不愿意 退出历史舞台 我们经常看到基层 城管把小商贩 打得头破血流 甚至殴打残疾人 殴打女性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中共 统治环节中 最薄弱的一环 他们这帮人 不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拨管 他们有很大一部分收入 就来源于他们的伐木 所以你不要跟他谈素质 他只是上级领导 给了他们一些政策 他们要把这种政策 换成钱 不管是罚款 还是缴货 这切实的影响到 他们的实际收入 你跟他谈大道理 是没有用的 就像我们知道的 最近几天热草的一个话题 印度呢 因为他人口激素庞大 经济呢 它又确实落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所以他为了治愈 国民的重症 仿制了一些特效药 这些药在国际市场上 因为研发成本高啊 所以呢 它的售价很高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笑话 有一些段子是这样做的 你看这一片 致癌症的特效药 可能是200美金一片 你觉得它很会 但其实呢 这是第二片 第一片的成本 是50亿美金 那么 从印度往中国犯药的 女剑不嫌 有一些 甚至完全就是中介 它本身并不是病 这种做法 同时违反了中印两国的法律 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的仿制药 它的宗旨是为了解决本国患者的病痛 它对专利的这种强制解除 它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向全世界 请销他们的低价药 对于中国而言 那就更可笑了 任何一种药品 经过医药公司 进入一个国家 它相当于有一张身份证 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 你可以追究到人 那么如果仅仅是个人代购 你根本就无法保障药品的真伪 而且个人 几乎也没有能力 用来偿付 它所造成的 有可能的后果 那么有些人在批了 说很多进口药 是国际社会免费 送给中国患者 那么在中国 这些治病的药 治绝症的这些药 它的价格被哄抬到 几万块钱一瓶 这个话呢 其实它只说了半截 中国确实存在的这种情况 最近曝光的李瑞环家族 曝光它的原因很简单 是有人 想替代它 把李瑞环家族 拱出水面 把它的丑态 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之下 能解决 能解决问题吗 干掉了李瑞环家族 下面会有另一个家族 来接替他们 继续垄断的这些高价药 国外的这些医药公司 他们号称要免费的 积公给中国换准 这是什么什么精神 国际主义精神吗 慈善吗 应该不是 这也是一种生意 我们看到了一些报道 中国竟然要和印度 去研讨 怎么样来克隆 这些特效药 可笑吗 中国的立项工程 比他们要强 印度的很多仿制药 使用的也是 中国提供的原材料 其实他们反映出来的是 一个思路 中国没有能力 保障自己的外汇收入 所以他们在预备着 通过仿制的这种方式 去侵犯知识残权 就这么简单的事 搞那么多烟雾弹 不就是这个目的 西方大多数 医药研发的公司 花了大量的成本 研制出来了一些特效药 确实价格昂贵 但是成效很大 人家是出于担心 中国大量的仿制 并且把仿制品 卖出国门 卖向世界 导致这些医药公司 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所以人家才提出 免费的给中国患者提供 这些药品 其实这些信息呢 很冷 早就在中国公开过 只是因为中共内部 各个家族垄断了一些 挣钱的这些行业 所以他们把这些信息掩盖了 你说实例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其实呢 例子很多 没有办法去一一列举 我只想说一点 在各个行政管理 已经很臃肿的 这么一个队伍之上 中共还架设了一个书记 这么一个职位 它是一个床上架床的 这么一个构架 这帮人 除了陈天 悬而又悬的 谈着所谓的思想问题 谈的治国理念 最大的书记呢 竟然还幻想着 人类未来往何处去的问题 不要去笑他们 现在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 都是正常思维 所无法解释的 这种现象 它肯定不会长远 国际社会中呢 对中国的现象 始终有着两条思路 一个就是不管不问 一个呢 是彻底的改变中国 不管不顾的这一方 他们其实已经通过长久 与中国的关系 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分润模式 他们非常不希望中国陷入混乱 因为他们还得花一遍钱 花一遍精力 来理顺 与各个地区的管理者之间的分润模式 这是既得利益方 在国际社会中的既得利益方 他们不管你中国是不是民主 你是不是独裁 只要不影响他挣钱 一切都可以 另外一方呢 它是以大工业 大农业 为主的 他们非常希望 中国能够改变 他们要改变的并不是你的体制 而是希望中国能够形成 两到三亿的中产阶级 他要把他们的产品 卖到中国 他希望你们能买得起 改变中国的本质 是利益 至于民主这个东西 对他来说 那只是个天头 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 中国的高层 以及依附于高层的这些白手套 甚至一些上市公司 他们在用抵押的形式 把自己的资产去套现 今年以来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其实呢 参照苏联解体的模式 在中共退出历史舞台以前 这帮实力阶层 他们还会做一件事 就是大量的贷款 换成外汇 在币值崩盘以前 换取硬通货 甚至换成物资 利用经济崩盘 利用经济崩溃 货币崩盘的机会 最后再打捞一把 他们可能本人并不是精英 但是他们出得起价 顾得起操盘的人 我们非常希望 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 会进入快速的变革期 我们不要低估了 这个实力团队的无耻 因为从历史上看 他们没有下线 我们下线 请不吝点赞订阅